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南市医院血液肿瘤科李杨诚医师 从育20几年面对成千上百的癌症病人 希望透过更多元的管道传递对病人有帮助的自信 让医疗不仅限于诊间 也能透过影音来传递听听癌症在说什么为主题的频道 包括Podcast YouTube FB粉丝专业和病友互动 也能传播政策跟最新的医疗知识李杨诚医师分享 那我今天也是跟各位学习的 因为各位都是媒体的先进 那我算是后背啦 那最近因为之前在医院有一些 一些做品质一些跟做一些品管圈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跟我们的病友做一些沟通胃教 所以那时候开始开启我 开始有做一些YouTube胃教影片 然后来呢 因为主要是这二十几年的门诊 你看 刚刚我从门诊上来的时候 也是很匆忙 那只有一个早上九点到十二点三个小时 有看五六十个病人 你可以给病人的时间非常短暂 那除了病以外呢 有些时候真的有很难有一些时间跟病人 那每个人都会有他的心路历程 那真的是怎么在这个匆忙的情况下 有些时候门诊的时间 你只能看到病就不错了 你怎么连病人 连他的家庭 连他的一些作为 因为很多病人能不能接受好的治疗 跟他本身的因素 还有跟家庭的因素 甚至经济因素都有相关 所以这种时间真的是太短暂了 所以我想我们 我后来就想说 那我就成立一个YouTube 又一个语音媒体 然后来跟病人有机会 除了这个门诊情况以外 其他时间可以做一个沟通 讲讲其他人的心思 也许可以得到更多的共鸣 那我就开始先设立一个频道 叫做听听癌症在说什么 就是癌症 癌症到底对每个病人 对每个家庭 甚至每个人产生了什么样的因素 所以这个是我做的第一个 因为各位很多都是先进的 都是广播媒体 那现在比较新的平台 叫Podcast Podcast是一个类似一个广播平台 那在一年半之前 大概我就设立一个平台 叫做听癌症在说什么 那这个一开始是以生意为主 是在做个跟大家分享 门诊跟病人互动的过程 当然呢 离癌的过程中一定会有很多的 一个哀伤有喜乐 抗癌成功啦 或者是病人治愈啦 甚至有些病人 他有一些变化 他会有一些心路历程 当然也需要的话 医师 也要提供一些所谓医疗薪资 所以开始慢慢也会邀请一些专家 其实这很多时候 是给大家讨厄的 像我们今天这种活动 就是医疗薪资 那也是跟你们偷学一下 那开始有一些互动 开始从广播开始 这是一个podcast 那这个podcast 一开始我就请到 我们之前的刘云奇美的院长 因为他之前出了一本书 也是当癌症来敲门 我想我们血育种的科 治疗癌症 都会想说到底癌症 在癌症资料上 可以提供病人什么样的服务 或什么样的一个照顾 所以从一开始 我们就请到我们 刘云奇美的曹院长 他也分享了一些蛮有趣的故事 比如说一个 合到搞完癌的病人的故事 那当然呢 久了久了我就开始 分享请一些病友 年轻乳癌的病友 包括说四妹 我今天四妹 没办法来 喔四妹有来喔 喔四妹来了 你来你来 他喔 他就 其实他的人生第一次上广播 就交给了我 那虽然一开始这个广播的时候 看不到人 讲话一开始 声音会有一点抖了 但是后来就觉得说 欸 他其实越来越上手 所以 所以这个频道慢慢就是 从病人的故事 我们希望发想 让其他病友听到 让他觉得说 啊这个癌症喔 要 很多时候都被自己吓死了 那我也访问了像 珊珊 因为这个病友 正在日本 巡回旅游中 因为他实在是 自从离癌抗美之后 他的人生就 180度的转变 他希望把自己的生命 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所以不管那个时间 不是在看诊 就是在旅游的路上 不是在医院 就是在离开 所以这个其实也蛮 蛮可以提供 正向的力量 我想我们这好多姐妹 也在这个 他也接受了广播 那像我们也有一些病 像我们乳癌的 像我们之前的一些 病友也分享一些故事 那我们医院的赵爸 赵瑞尔 乳毛外科的医师 他也接受了访问 所以 这个其实是心路歷程 那其实还有很多 更深层的故事 像我们很多记者先生 我们男生 很少会跟另外一半 很少会跟小孩交心 那男朋友 你要跟我说什么事 我会说不出来 但是你会知道 如果面对癌症 面对默契 你不讲真的没机会 你要跟我爽听 所以有些时候 我们这个频道 是提醒我们的这个 这个听众或观众 你在抗癌的过程中 也不要忘记 稍微思考一下 你要做什么交代 你要做什么交代 你跟家人 在管理好吗 你跟你的父亲 你做孩子 说什么 有在沟通吗 所以还有什么 那甚至 里面很重要的 当你离癌 要跟病人讲四句话 就是 请原谅我 你可能跟这个 以前曾经 跟老婆 小孩 有哪些地方 没对待 请原谅我 我原谅你 可能 我可能之前 我们之前 有些彼此 不是真的原谅 是以前一定 我会有一些问题 那 谢谢你 我爱你 这跟之前的所谓的 按你的事 事告人生 有不谋而合 所以 我在频道里面 会有这些讯息 不断的发想 不断的方向 那后来呢 因为 podcast的 却毕竟还是比较少众 像我们那个 很多记得先生 女士里面的 那个频道 比较多人听 那我们这个podcast 会用的没几个 尤其是我们门诊里面 都是阿婆 阿桑 那个 会听的都是小孩 一般人比较不太会听 所以这个频道的 触取率就比较低 那大家都会用youtube 后来就开始用一个youtube 所以今天也是希望说 这个时间 可以推广一些youtube的一个讯息 像我们也请了 我们的某副总裁 他在副总裁 在他的故事里面 分享一个 电烧 肝脏死了 好几次的一个病友 一个肝 十几次烧得好像气质一样 那这个故事也是告诉我们 只要你坚持 不断来跟医疗配合 那 医生 我们也不要说 都是在治疗 我们也很了解 每个病人都像在 离癌的过程中 就好像在打仗一样 所以打仗什么最重要 粮食 粮草 所以这时候 我也请过我的一个病友 而一个朋友 他是属于这个 做保险的 应该怎么样 让病人有没有办法 更多的一个资源来治癌症 因为癌症 以前新闻听到的是什么 啊 离癌标把一个月要一二十万 没有人 很多人不担不起 那如果在合理的情况下 他的保险 如果能够卡路 那也许可以量身定做 对病人找到最适合的治疗 而不是最好的治疗 两个不一样 最适合的治疗 最好的治疗 不一样 最好的治疗 可能一个月要二十万 可能大家带不去 我也带不去 但是最适合 可能 大概是一个月前 几万 他保险卡路 所以我今天才一个病人回来说 余叔啊 我们这个治疗 总共 花了 大概六七百万 大部分 几乎九成 都是保险去卡路 那这个病人 我想也没什么遗憾 因为用到最好的药物 已经最棒的治疗 已经花了这么多钱 所以总结是很重要 那我也有请过我们的颜翰 神经化医科 他分享乳癌病人 开脑 手术的过程 还有我们一个病人 也是开脊椎 十几年前 他被认为是 骨头柴一世末期 十几年后 我们两个 骨头柴一世末 骨头很久 还控制得还不错 虽然这病人 有点宗教信仰 讲起话好像有点 他常常觉得他的骨头痛 是被摸摸到的 去那些人摸摸到的 他说他有什么钱 要赶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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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是在门诊间 这样就可以了 那这个是我的频道 那 谢谢 那我也曾经 访问过赵可志教授 赵可志教授 赵可志教授 真的挨摸你做了什么准备 那当然呢 赵可志 很多人 很多人其实是脱离的 他自己 他可以讲出一道很好的道理 但是他真正遇到的时候 他做不出来 怕也怕死 但是我后来访问赵可志教授 阿林之伍 他说 准备很好 他每天都在四道的身 早上醒来 就告诉自己 我赚了一天了 然后呢 他随时有问题 他就打电话 因为他 他就打电话 跟家人 跟他的家人好朋友说 欸 今天我贪掉 我如果有什么事情 我的保险箱 我的什么东西 都准备好了 你就这样悄悄 帮我处理好 哪些要怎么准备 其实他都准备好了 我觉得从他的这个专访里面 我也学到不少 你不要说总的科医书 大家怕死也很多 他真的没有做到那么好 所以我回去就跟我老婆告解 那个 这个什么 那个信用卡的号码是多少 跟他讲一下 金融卡的号码是多少 他是密码 但是不至于把钱转给他 也是在我的手上 对 OK 这个是很简便 其实我这个录音设备 也是一个我的病友 他自从离癌之后 他开始就是走出不一样的人生 以前他很多离癌之前 都会想要做一个 像公家机关一样 超久玩五 那有些离癌之后 就会有不同的思考 不同的思考 活在当下 我想要做什么我去做 那后来我认识他之后 这个 我的病友 他就帮我设计一套模组 如何去录音 所以我才可以安心的做Podcast 跟Youtube 不然 比我们这么忙是不太可能 那同时呢 我也在这个 脸书 因为我们这个 现在人 听说年纪大一点 用脸书比较多 还有LINE 不过LINE比较辛苦 因为没办法切入 那脸书里面也甚至有一个名字 叫听听爱跟在说什么 我就在脸书也有一些影片 那这个都可以把它放在那边 让更多的病友的去得到分享 所以 就给大家看一下 那这个 谢谢这个 我的好朋友 我的病友 帮我设计 他帮我设计 他帮我设计 也不错的模式 好 你看这个 开场白 欢迎各位听众收看我的节目 我的节目是关于 癌症的一些故事 以及相关知识 如果你觉得有兴趣的话 请订阅 按赞 以及分享 好 谢谢他帮我设计 那我想我最后是用这个 这个 好 这个就是我现在 比较主打的YouTube 天天癌症在说什么 那 前几天才发一个最新的 我的老天儿啊 母子都得到肺腺癌 都在同时 懂了一种标靶 那我们有些病友 神秘女超的病友的故事 在鼓励我们的病友 你就算你是得到 三张重点卡 你还是可以活得很快乐 那之前赵爸 曹院长 甚至安宁 赵可是教授 这些故事 其实都 都希望能够给病人 甚至有一些新的资讯 把癌症精准医癌跟基因检测 那我也定期会挺我一些好朋友 像这个是 这个是医大癌医院的 这个癌医院的副院长 这个老夫民教授 那之前有保险 还有我们的所谓的 我们的 某木总裁 他讲的这个故事也很精彩 那赵爸这些很冷 所以这些频道 希望 创造除了医疗以外的 一些故事 那希望我们病友 在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 catch到他一些经验 因为尤其是我们很多病友 厉害就是一件孩子 叫做刺在家 刺在家以外 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他每天都在怀恼 有没有复发 像 我们之前也是 请到我们身心科的一个主任 我们正念的 那这个 胡慧芳主任 是正念医学会的理事长 他也在分享 诶 当病人 每个病人回门诊 好像在 听宣判一样 那这时候怎么办 所以有一些正念的方式 让病人安下心来 所以希望这样的频道 可以让病友在收听 那得到一些正向力量 那也不要去低一些五四三 我们也传了很多讯息 病人吃了五四三之后 严重的材料 那这时候有些时候都很急 那所以 这样的频道 其实是希望 让更多病友去收听 那也谢谢 其实市医院 其实是 在这个 这个医疗平台里面 他可以提供一些 病友更多的分享 包括说我们的 就是 我们的一个相遇也帮我 传送出去 那今天简单 这个过程 先分享一些心得 那后面有蛮多 我们的 不错的病友 其实 也都在认识大家 互动都很愉快 他们也都 看起来每个都 嬉皮笑 不是啊 每个都 过得非常的快乐 自从知道了离开之后 那大家能够一起来 共同打拼 他们这一条路 就比较不会有孤单害怕 更恐惧 那以上跟各位 记者先生 女士奔奖 谢谢 今天还有一位 乳癌患者 杨小姐 现身 说法 虽然有乳癌 但本身 以开朗的态度 面对治疗 因此 治疗相当有进展 在治疗期间 又可到处爬山玩水 我们一同来看看 这位杨小姐的分享 那其实我在治疗的过程里面 我很幸运 我是蛮幸运的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副作用 很感谢医疗 健保 然后给我们很多的支持 然后还有我觉得内心 真的要很健康很强大 然后朋友的支持 亲人的支持 医生的支持 自己对自己的努力 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 我在治疗的过程里面 其实我就持续在运动跟爬山 然后我也保持很乐观的心情 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很少的副作用 我都是我的再生父母 是赵卫和医生 跟学医生 我跟副院长李杨诚医师 因为在他们的风埋 就是他们不是像一般的医生 一样很冷漠 他们是很关心我们的各方面 他甚至会聊到我们的家庭心情 照顾到我们内心 我觉得这样的医生 真的是很难得 然后现在的医疗那么进步 我也希望说各位朋友附近 他的亲人啊 你们亲人或是有人离来的话 也不要害怕治疗 因为现在的医疗真的太进步了 基因检测、液态各方面 因为太多实在是讲不完 都有这些武器来帮助我们 我现在过得很好 三年了 我刚去爬岐山 然后爬回来而已 三天 山上富士路的情况下 你知道爬山就像人生常常讲 美丽的风景 那完原曲折的路 但是我们都能够登顶了 这么困难的事情我都做到了 还有什么做不到呢 用来鼓励大家多来用 谢谢大家 谢谢梁辰医生 你好 我姓杨 我是杨小姐 这样就好了 今年已经50岁了 然后在我48岁的那一年 因为我之前是一个非常 非常急 然后个性非常固执的一个人 然后我对自己要求很大 通常统计起来 会得乳来忍痛 那不是龟毛的人 那我就是属于那种无摸的人 然后当我摸到了那一瞬间 其实我是很惊讶的 因为我觉得我没中 我不是那个人 我确定不是那个人 我确定不是那个人 还是那个人 我觉得我是一肯乐观的人 却 但是我觉得可能 因为长时间的压力跟心情 不是很好的状况 身体告诉我的讯息就是 他告诉我 他用这种方式告诉我 我该休息 就是这样 当我得到的时候 我当然是跟一般人一样 我是一般人而已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不是别人 为什么会得到这种东西 我该怎么办 我不想活了 我会跟李阿诚医生讨论说 我不要打送标榜 因为我没有钱 因为李阿诚医生一直在讨论说 保险的重要性 他真的很重要 我都觉得我的保险已经很多了 但是还是很不足 我没有办法支付我的医疗 所以我告诉他说 我不要打送标榜 我打标榜就好了 因为送标榜 我打要去百万标榜 那只有百分之一点多的几率 那我不要 那李阿诚医生 当初也是笑笑而已 他说好 我想拿那个钱去玩 结果后来呢 我对这个病 研究越多的时候 我觉得我错了 我应该想办法 用那一点多的比例 打那标榜 让自己活下来 我才有机会出国去玩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因为我跟我先生是创业 那我最难过的是 我先生从来没有来医院看过我 他也没有陪伴过我 都是我一个人 推着那一台化妖机去楼下买饭吃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要工作 他跟我说 我没有工作 我没有办法赚钱 我没有办法养人 那这是我真的蛮难过的地方 但是我开心的是 因为这样我心境整个转变 我觉得说其实一个人也是可以 没有不可以 然后当然是有家里陪伴是会更好 但是当没有的时候呢 你也想要在什么困境里面 让自己过得更好 那在这个阶段里面呢 我们的心路历程 就会慢慢的改变 我改变了很多 我的个性 我的心情 各方面生活习惯 然后 比较开心比较乐观 那现在跟我先生的关系 也因为这样的改变 因为我的心情改变 我心态改变了 我的个性改变了 所以我改变了我的一家人 我觉得这是我生这个病得到最大最大的一个收获 那你说有什么不好吗 他当然生病是不好 但是因为现在医疗很幸福 医生帮我照顾得很好 感谢医生 然后我也有把自己照顾得很好 因为让自己心情开心愉快 我觉得他是最好的良妙 谢谢 谢谢大家 李洋场医师表示 希望这些频道可以提供多元资讯 让病友藉由分享故事 能批准得到正向力量 也批免一些医疗知识误解 造成病人的伤害 以上是大北门新闻网报导 希望大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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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提供